这个是上下马达 这个上下马达 然后这里一个按键是回零点 回零点 然后这里是回远点 启动和 这里一个焊接ON或者OFF 这里一般是打到ON的话就会焊接 然后进入调试页面 刚刚是操作页面 这个调试页面 调试页面这里也是有一个上下 然后这里可以执行 这个有一个执行 它就回到100 再按它还是100 如果你用增量的方式的话 再按它就是200 300 如果用绝对值 它就是100 然后这里是这个 这里有一个上下回零 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开机关 关机关 当然要在这里开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是充磁和退磁 磁铁就是这个 这个磁铁 当按这个铁铁的时候 充磁的时候 这个是移不动的 这个是吸住了 吸住了 然后其他的是这个位置 设置 进这个设置 设置 我们一般只设这里 设这个 这是时间 时间的各种延时 这个一般设好了 差不多不用管吧 一般是这个焊接的70点 焊接70点在哪里 187点 结束点200 焊20 然后就是这个 看结束点在哪里 这个第一段 第二段 它调用的规范 这个速度 这个规范 调用哪个激光参数 这个是第一段不结束 第二段结束 一共有十段都可以改 比如说这里可以改 我们这里用 这里从320开始 到340 这里可以三段 这里用二号 一号参数 二号参数都可以 但是现在是这样 启动的话 直接按启动的话是不行的 直接按启动它会报警 它会你过一会 过一会它会消失 现在要把这个弓箭放好 放好 放好 要按一下这个 按一下冲磁 它就是这里就拉不动了 这个就吸住了 磁铁吸住了 然后再按启动 然后这里就会焊接 然后回零点 激光这一块的双铭厂 这个可以开电关电 这个是送丝出丝 这个是送丝和出丝 抽丝和送丝 然后这个设置方面的话 这个是可以焊接的时候的送丝的速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调 可以可以调 可以调 然后这个是退丝的速度 退丝的时间 补丝的速度 补丝的时间 手动的速度 送丝延时 这个各个参数都可以调 这个是送丝的 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是这个激光 激光的话 这里ON的时候 才是开激光 当这里关掉的话 就是就没有关掉了 然后这里可以功力 要改功力参数 就一般改这个 改这个改小 就是700改小 然后如果要送丝或者不送丝 可以在这里改 这个yes或者no 进这个供应参数 把这个no 这个不送丝 这里就不送丝了 这里就变成 变成关掉了 然后设置的话 这里有一个设置 设置密码是0000 是个0 然后进一些参数 可以切换语言之类的 可以设一些 一些报警的一些数据 一般是不用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激光开机的顺序是 这里钥匙是扭到的 关机的话是关这个 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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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的顺序 然后其他的关机顺序没有关系 这里有一个密码 这里有一个密码 这个 这里一个超级管理员密码 是3337591 这个是超级管理员 可以全线 可以进到这个全线 如果你那个管理员的话 管理员的密码的话 这里有一个管理员的密码是4个2 4个2 4个2这里就进不去 就关进了 所以就改不了 只能允许操作 操作上下可以 这个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打开来吧 打开来 这个是光 这个开光 开镇镜和关镇镜的一个参数 然后系统参数 它有一个英文吧 在这里切中英文的 这个地方切中英文 然后有一个 这里是那个调那个焦点的 调那个出光的点 在偏移和施去融合 可以X方向Y方向的一个偏移 可以一般是不用调的 调好的不用调的 然后这个应用 这里有一个参数 参数的话 这里有零号参数 零号参数 它可以选择各种线 横线 竖线 这个八字形 到八字形 都可以选 选圆形 选了之后按应用 它就会出来一个合适的数据 然后这个是一个正进的一个摆动范围 然后这里按大 它就会 这里的摆动会变大 如果这里变小 就是 就变小 就根据实际去 去用 其他这个 这个是保护镜片 这个 当不出光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个镜片坏了 一般盖力比较大 就更换这个镜片去扭下来 根据这个出光的这个镜片的盖率是最大的 可以抽出来 当这个镜片坏的话 这里是有一个点的 这里是坏掉了 其实是 这里有一个黑点 这个要擦一擦 拿棉签擦一擦 其他就没有了 就这样了